你所有的鸭箱保都拿出来了 我真的看来蛮期待的 我觉得这应该会对老师 有很不错的一个 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可以做一些激荡 所以我猜可能这个过程 可以就是那个讨论的部分 反而很好对不对 就是说跟老师之间 就是有些老师他上来 他会讲他们的问题 然后你可以提出 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他可以算是一个通用型的 就是他不是只适用于 Arduino的方式 他其他的硬体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上 然后重点是在那个上课的 精神跟内容方式的改变 不是存在技术的部分这样 那我大概安排老师说六次课 那我们就把它分成六次 那六次分就是三次 然后都用上下几来做区分 那主要我这堂课其实是希望说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Arduino的上课 的方式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资讯课里面 教学的时候 其实国中小应该不是把那个技术 当作重点 而是把运算思维的核心 把它给交出来 那上课怎么借由这个上应体课的时候 把这样的东西给交出来 那包括那个素养导向跟创造力开发 还有自主学习的部分 怎么去做处理这样 那第一次上课呢 第一次上课我就是先介绍六次的上课内容 六次的上课内容就包括我们这个国中小 上开放硬体的三个门槛 就是儿童城市 还有简单的电学基础跟开放硬体Arduino的部分 那这三个我们第一次上课都会先简单的介绍 线上学习的资源跟模拟的方式 然后最后会小总结就是 我们在做这个硬体的教学的时候 要怎么样让小朋友或者是初学的老师 第一次学的时候就能够上手 这是第一堂课最重要的重点 然后第二堂课呢 我们会直接在讲用Squatch来控制Arduino的一个学习地图 从广的面向 比如说有哪些软体可以用 哪些硬体可以用 然后到他们的优缺点 然后到环境的整备 然后怎么可以开始上手 然后里面比较重要的是一个整合式的学习方式 就是我们平常都是感测器模组一个一个教 但这样子小朋友比较不会自主学习 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去统整他通用的一个知识 他把通用知识学习好之后 他以后看到新的东西 他可以很快的自己就可以去测试 可以自己上手 这是前面两次上课 然后第三次上课呢 是会牵扯到教学的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开放硬体的课 会怎么样去做课程的设计怎么上 那中年级跟高年级的上法是 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怎么样在上课里面去培养出他的创造力 那都会伴随着一些实力的讲解 那主要就是概念的传达 其实实际上的 跟着操作的部分其实不多啦 所以那个硬体 其实是可有可无啦 然后第四节课 我们就会谈到那个 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科技领域的两个最重要的核心 那所以我们在上课要怎么样操作 才可以让他从很简单的实际实体的 上课的学习之中 然后怎么样转化到运算思维的方法的概念的学习 然后怎么用在生活上 然后还有动机的部分 我们怎么样去强化学生的学习的动机 让学生情不自禁 就是我就是想学这个东西 让他能够有很有好奇心这样 然后最后 最后两堂课 我们就会有一些实际的案例 然后简单的我讲 我们上课会怎么上 然后跟老师们做一些简单的互动 然后把这个流程就是可以上到运算思维 上到设计思考 上到创意发挥的一个流程 简单做个总结跟后设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教学示范 然后跟老师做一些互动回馈 然后再来最后一节呢 就是讲一些比较进阶的技术内容 就除了上次第二次上课会有一些入门的感测器的使用 那个是一个整合式通用式的 那如果遇到一些 他的比如说他的接角 他不是一般的三只角的 那或是说他是一些特殊的利用爱图西的一些元件 或者是大电的部分 马达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因为他会比较会有一点危险性 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进阶的部分 那所以针对这些特殊的模组 要怎么样去教那个通用的原则 然后在最后就是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科技创课的一个学习的理念 还有我们平常在推动的时候 如果你是在学校或者是在官家的单位 怎么样去做推动 一些还不错的简单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现在蛮多老师他会想要自己做一些扩充功能的开发 那刚好因为有科技副的计划 然后我想是说 就请郭全老师这边的话 就可以深入浅出的 慢慢带老师自己做一个扩充功能的部分 好 Squatch GUI怎么下载怎么编译 然后怎么打包成自己的 就是等于说我在维护OSEP的时候 我的大概操作过程 大概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 去做一个对Squatch GUI三做一个类似基础 刚开始的基础调校的动作 那后续如果你的程式功率高的话 可能就可以调得更完美一点 研习的对象比较偏老师 那老师您在这边会跟他互动一些 他的一些比较detail的知识 然后老师自己再可以做一些导入这样子 主要是要讲那个ESP32 那是使用凯思的Project Card 那这个部分因为既然是ESP32 我想开放资料跟物联网 其实都 这两个主题应该都是可以放进来 就是玉平老师的课程 大概都会去思考 他跟整个教学现场的一个结合度 就是说譬如说 我们做了这个专案之后 那他可能谈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知识内容 那他怎么跟课程当中做结合 那我是想是说 如果有就是说尽量 就是以这样子的想法为主 就是说比较避免比较技术性 结合一个比较使用好玩的一个 刺激的一个主题 炸单拆炸单的这种概念而已 好这个一小时啦 我的课程主要应该也都是针对老师啦 那一个是惠玉老师有去当评审嘛 那有刚好是看到这个叫艾 但是我这边来说 其实就是Arduino用很简单的脚位而已 就五个数位脚位 然后用五个数位脚位再搭配这种二进位的下去教 然后就教这种二进位 转时进位的这种概念而已 然后只是说 好那我再讲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李奥纳多是这样 我会从这样一个出发 这个在网路上大家都有看过 它是用到 类似光明电阻光感测器去侦测 这一个龙有没有通过这样子 那后面的背光是白色的 那突然间换成黑色 其实那个光值就会下降 突然间下降 那利用一个这种讯号来触发 那我就去 他们就用这种伺服码的做法 去按按按键让它跳 那我就会把它转换成说我们用那个 李奥纳多是不需要做这种实体按键 我们用虚拟按键 然后从这边出发 我们用虚拟按键 然后呢就会再讲到一些应用 比方说我要做虚拟钢琴 那取代你键盘 那你可以用感测器去替换成键盘 就是虚拟的一个键盘 然后再来 那由于说我李奥纳多其实也可以打字 那其实是可以把 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李奥纳多当做 就是一个按键 然后跟电脑做一个结合 那甚至我我也试着做一个 就是说叫资料解几区 就是说我们在假设在上实验课的时候 那以往可能是用蓝牙连手机 把资料丢到手机里面去 可是这种做法来说其实比较高端 可是李奥纳多我想到的就是 其实他只要做过 Togo OTG就可以连平板跟手机 那平板手机的话 我们假设有开Google表单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一直填资料 填到云端上面去 那最后再做 做完实验再做资料的整理 那这边 这个部分就可以直接比较跟这种 互联网的这个组合 主题做结合 那另外前面那个我在想办法 大概介绍李奥纳多 因为我觉得李奥纳多其实出来很久了 但是就是应用上面大家并没有很 就是很广泛的去应用它 其实可以做很多应用 好那这是我的课程 你就可以讲说这个资料 我们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或是传到哪里 就是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概念 这样就可以了 我的对象就是学生 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专案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针对物联网的部分 那因为我针对的是学生 我希望他们真的在家里的时候 是可以实作的 所以我想使用OSEP 运用里面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语音 IFTTT 就是它可以不用有设备 可是它就可以进行学习的课程内容 那我初步的规划是这样